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九科副主任陈新华教授做客演播室为您权威解答 敬请关注 心情好 身体棒 欢迎收看健康新主张 大家好 我是文婷 大家好 我是大牛 健康新主张陪您一起关注生活 关注健康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里还去跟随我们的话题 关注您自己的身体情况 那如果您不方便守在电视机前的话呢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 互动随时进行移动的都市频道 期待您的关注 当然您还可以加我们都市中媒的微信号 这样都市频道就是您的一个微信好友了 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 咱们还能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 大牛啊 这句话 下面这句话领导听不见啊 偷偷告诉我 你昨天下午干什么去了 我 我一下午没来就被你发现了啊 就一下午 你对我很关注啊 巧了吗 不是 昨天下午吧 找他有点事啊 然后呢 我这手机没放身边 我行 反正他没啥别的地方去我就找找吧 结果 演播室 办公室 茶水间 化妆间 反正找了一圈没发现他的行踪 我后悔了 你知道我后悔什么吗 我应该带电话啊 对不对 你这就是在运动 你知道吗 这是好事 我爸 昨天我下午出去按摩去了 怎么的了 这是工伤了 为了什么呢 怎么回事 也算是工伤吧 为了给咱们节目寻找更多的素材 我不是就熬夜看球吗 得得得得 颈椎病就犯了 脖子酸疼啊 僵脂啊 干啥就感觉不得劲啊 昨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啊 我一个发小呢 给我介绍了一个按摩的地方 说老好使的 咔咔咔几下 颈椎病都能去个日啊 去个日啊 我就去了 哎呀妈呀 那效果怎么样啊 去没去个日啊到底 效果还行吧 反正没有以前那么痛那么酸了 就是有点后怕啊 后怕啊 你不知道啊 给我按摩那个大叔啊 手腿病用啊 在我脖子顶上 左右开工啊 骨头咔咔咔做响在我耳边 当时我就有点害怕了 但人家说了说不用怕 是专业的 就这样都治好很多人了 就让我挺一挺就过去了 那就不是 这按摩还用上腿了呢 用上脚了 是啊 我给你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按摩大叔说 我这个颈椎第五节秃出了 秃出了 完了 要帮我按回原位 是手劲不行 你掌握回去 用腿啊 压着我那个颈椎处 就帮我复原呢 哎呀 卡 完你就这么就让他给按了 这么危险的按摩你 还敢让他按 不是 万一要是按出点什么毛病 不是按出啊 万一要是踹出点什么毛病了 你是不是就麻烦了 我当时我的胆秃的 但你说我人都在他手底下来 我也跑不了啊 再说了 病长谁身谁要醉啊 谁不想好啊 还有我发小做担保呢 是不是啊 不行我找他去呗 他说了 伤了按摩人可多了 就这个方法 快 还有效 我现在那老先生你整来 也不差我这一个了 一次两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根治啊 治愈 你说人家要是没效果 能收那么高费 完了 还有那老先生排队等着 也都不少 对不对 你看看啊 就大牛的这个心态 我就跟大家说 比如他说什么 竞椎第五节什么的 包括什么 肩盘突出出 我给你摁回去 我觉得这根本 他一听他就是外行啊 我听你这么一说 这家伙子 这个肩盘咔嚓都能给摁回去 神医啊 他是 大牛啊 我觉得你上当了 现在啊 就说像这样说 一次性就能治愈的 这种方法 这偏方 这神医 这种在网上真是不少见啊 你说这能那么好吗 啊 我手机里边还有一段视频呢 用锤子治疗颈椎病 那我 这么的 我现在就发你看一下了 怎么样 行 来 别摁着吧 不用摁 你别摁啊 挺住 挺住别动 你别挽起情 他挽起情 他一扎 你头的气强多了 挺好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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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嗯 咋别地方呢 他有点 他平呢 他本身就不平呢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好了就平的 好就平 这一下脑梗都痛 全痛了 你一回 眼睛冒进行吗 不是 对 那些 你就看那些 我就看那些不舒服 别气 别气 别住 别住 哎呀 哎呦我 这视频看着我 怎么样 哎呦我 你说这一锤一锤得多疼啊 突出的颈椎关节 真能给砸回去吗 这些人可真是敢瞎手啊 我看着我就害怕 再说了 这人的这个颈椎啊 咱说人体这颈椎 它锥管里边有啥有脊髓 对啊 那是啥 那是神经啊 对啊 万一有个闪失啊 那我跟你说 那就是就是什么瘫了什么 这都可能 这不得不偿失吗 嗯 再说了 这些操作 所谓的医生 有没有行医资格啊 出了事之后 能不能 能不能他负责呀 就你患者 能不能给资格维权 这都不好说 是 我觉得这个吧 比我那个 说实话吓人多了 你那个架脚踹 也没好哪去 我告诉你 你说这能有人信吗 咋没人信呢 咋没人信 你问得好 你反问你自己呀 你不也让人架脚踹 踹胆秃的 完架那还下不来了吗 不还让人踹了吗 不是 哎呀 这也是偏方 偏方治大病啊 你安慰自己 安慰得多好 就是偏方治大病 那你看看 我吧 其实理解像他这样的病人 这叫病急乱投医 知不知道 再说了 那么多人介绍呢 都说偏方好呢 像你发小 是不是 而且还说呢 这偏方一般情况下 比医院治疗便宜呀 既然钱也不多 试试看呗 对呗 我觉得吧 试试看 这事试好的行 试完了没啥效果呢 也认了 但是如果试出事了 是小事呢 就当买教训了 那试出大事了 大牛你后悔 能来得及一步吧 我问你 你说的对 对不对 咱们是不应该拿这个身体和生命来做赌注 对 看病呢 一定得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 就像这样的尝试偏方啊 真有一个万一 可真是得不尝试 你看看啊 会说别人 你说说自己啊 就像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 用锤子治精锐病这偏方 我觉得啊 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相信的 要不这么点 咱们把这段视频拿到街头上 就给大伙看看 看谁信 从大家的回答当中 我们能看出来 很多人都表示说 这种暴力的方法 存在着太多的安全隐患了 不可取 也不科学 其实啊 我们虽然不能解释 这些方法的真伪 但是我们可以 请穿业人士来一遍真假呀 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专家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真酒科的副主任陈兴华 陈兴华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真酒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几里省真酒学会 酒法分会副主任委员 兼秘书长 几里省真酒学会理事 陈兴华医生 从事真酒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二十余年 兢兢业业 勤求古训 博彩众方 智学严谨 勇于创新 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 获吉林省科技厅鉴定成果共七项 国家发明专利两项 国内外重要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齐篇 那今天做客 我们健康新主张 演播室的呢 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真酒科的副主任陈兴华教授 陈教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陈兴华 陈教授 这个今天把您请来呢 这个我们先给您看了一段 触目惊心的锤子治颈椎病的 这么一个视频 您先来看 您先来给我们讲讲它吧 好吧 这个看起来确实有点吓人 吓人 其实他用这个锤子 锤打的颈椎的位置 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对 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人 如果他有骨子输送的话 他可能会造成骨折 甚至有的会损伤里边的脊髓 会造成劫痰 对 我觉得一旦要是他这个 真是这个猛点 一下子就能给砸炭了 我真是这个感觉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 很吓人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他可能会造成局部的 肌肉啊 韧带啊 这些损伤 对 这属于我觉得创伤性打击 我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 确实看着挺吓人的 但再一个我想问 他的这个说法 就是用这个锤子 把你突出的这个 所谓的肩盘啊 或者是你这个病灶的 这个部分给你捶回去 他不是突出来了吗 我给你捶回去 这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那肩盘呢 是在两个椎体之间 嗯 两个椎体呢 像咱们两个手一样 假如说这是一个椎体 下边是椎体 肩盘在这个中间 嗯 所以你根本就捶不到 肩盘的位置 对 你所打击的只是后面的 那个击突 对 所以说他不可能 把你的肩盘 捶回去 捶回去 是不是啊 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想想 我们大家自己来摸一摸 我们这个后脖子 你会摸到 就是有一个一个的 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越瘦的人摸的 对 越瘦的人你摸的越清楚 是吧 就是所谓的 原来就说说 哎呀 这个人瘦 就是一看瘦骨鳞循的 就为什么呢 就这地方 包括那条骨 你都能摸到 是吧 都能看到 就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自然的 一个突起 你把这地方 要捶碎了 我就在想 我说这要捶成 一个粉碎性骨质 我觉得也是完全可能的 是吧 对对对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就是现在我们 是不可以判定 就这种方法 治经质病 简直是胡扯 确实 胡扯吧 确实 行了 我们今天先辟谣了 我们先把辟谣 这个工作做了 也就是说 这个绝对不可行 很多人觉得 这是偏方啊 还有很多人觉得 这是偏方 治大病啊 您对这话 怎么看 我觉得 得有科学依据的偏方 才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种 很暴力的 很粗野的 这种行为 我觉得实在是不可取 因为它有 很大的风险 我也觉得 这个 它的这个方法呀 这个咱就 不多说了吧 我觉得大家就是 别信 再有一个就是 就像我们大牛似的 是吧 让人家就架着腿脚 上着脖上嘎嘎 一顿踹 他也敢 他就他说 他被架拢到那了 就反正已经都到那了 完人上脚 完了 他说你放心 扎地的 他就不好意思起身 说我不敢 所以这个千万 不要这样 不要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的健康 和自己的这个危险 要比你的面子更重要 是 对 所以就是还是不要 接受这样的治疗了 所谓的治疗 这绝对不是 我觉得这是创伤 好了 那说到这之后 我们回归到 今天的话题 就说现在这个 颈椎病啊 还挺严重的 挺 这个或者是我说 这个严重 就是得的人比较多 然后发病的人 又年龄又比较小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大家又比较重 就是有很多 比较重的这个颈椎病 咱们针灸科 能治颈椎病吗 针灸科 能治颈椎病 我们这样的患者 还很多 你们都杂志的 给我们讲讲 对吧 我们的方法很多 一个是可以通过 针刺的方法 还可以通过 埃咎的方法 还有拔罐 磁罗放血 还有力疗 还有药袋 他刺 这些方法 还有中药 都可以治疗颈椎病 那这些方法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针刺 它的原理是什么 那这些方法 它都大概取到 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原理 像针刺呢 咱们是以疏通为主 局部的不通畅 或经络的预治 我们可以用这个 针刺的方法 受风寒 引起的颈椎的疾病 我们可以用 埃咎的方法 如果局部有 气质血瘀 我们可以用 刺落放血的方法 如果是因为 肝肾不足 气血亏虚 可以用配合中药 也就是说 我听完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中医 对于颈椎病的认识 和西医不太一样 在西医 他们都认为 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呢 它绝大多数 这个都是根据 你的姿势有关 再有一个呢 是根据你 长期从事的工作有关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根据年龄 你这个骨 会有退化和变形有关 那我们现在 能够治疗的范围 是所有的都能治吗 颈椎病从西医的角度 它也分为好多形 对 有什么颈形 神经根形 椎动脉 中心脉外形 还有胶感形 对 我们对于颈形 比如这种以疼痛为主的 我们针究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还有那种神经根形 神经根形呢 如果压得特别重的话 可能就选择手术治疗了 如果不是说 那么重的压迫 我们针刺的效果 也是很不错的 还有以旋云为主的 最动脉性 这个我们通过 我们科的这些手段 治疗起来 效果也是很好的 还有就是交感性 有的人出现心黄 气短 耳鸣 这些情况 通过我们科的治疗 针灸 癌灸 按摩 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颈椎病是一个什么病呢 就是它是一个 如果你不去理它 它会越来越重 但即便你就做了这些 针灸理疗 所有这些 这个治疗了之后 它能够缓解 但过一段 它肯定还会犯 它是这样的一个病 那我们可以反复的 这样进行治疗吗 或者是不是 它每犯一次 就像有些疾病似的 它每犯一次 我们治疗起来 难度就会加大呢 颈椎病呢 它还跟我们平时的姿势 还有如果是跟年龄 还有局部的劳损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你可能治疗一段之后 你的症状消失了 从临床上是临床治愈 但有的是骨性的改变 你是改变不了的 对 所以说你要以后 要不保持正确的姿势 和很好的生活习惯 它可能还会宰犯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 可能越犯 可能会越重 治疗起来可能就越困难 也就是说 确实是有这样的趋势 是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应该注意 对吧 对 一是坐姿 还有用诊 还有呢 就是说一些运动 对于颈椎有好处的运动 像游泳了 打羽毛球了 这都是对颈椎有好处 还有化妆症 对 对 就是养头这样的 这样的动作 还有就是 我真的是跟别人学了好多 就是预防颈椎病的操 你比如说你在这儿 你坐好你坐直 之后这个就往后看 就往后看 知道吧 就往后看 就这样就往后看 但是不要太激烈 对 还有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他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 就是 嘎巴嘎巴嘎巴 嘎巴嘎巴 人说这是不行的 这是有损伤的 就是还是要这样转 这样转说就是 这个就拉伸 就包括肌肉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 这个比如说上举的 这类的运动 对这个肌肉都有好处 对 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就是 如果关注我们节目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理念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颈椎 它是一个骨性的 这么一个支撑 那么连接这个骨性支撑 或者说帮助骨性支撑的 它有韧带还有肌肉 对 你如果韧带和肌肉 比较强健的话 那么当然你这个骨头 承受的这个压力就小一些 它能帮助分担 但如果你这个肌肉硬了 你又疼又硬 你个韧带又骨化了 或者说又很硬了 又不好了 你锻炼很少 那自然而然 你这骨头就会变得不好 我觉得我们针灸 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韧带 和这个肌肉上的问题 我是不能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你看咱们颈椎吧 是在上面有一个很沉的脑袋 对 下面有一个固定不动的胸椎 所以说它旁边还没有什么保护 而且还很细 所以说它很 而且活动度还很大 所以很容易受到这个伤害 当然了我们之后吧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一个是你刚才说的 肌肉的运动和锻炼 如果你的肌肉肌腺比较强壮了 对这个骨头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确实是这样 那这个知识点我们给大家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想问您 刚才您提到了 就是说什么肝肾不太好 也会跟静椎病有关 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这个我画了半天的魂 我觉得还是问问您吧 因为中医讲的肝是主筋的 所有筋的问题都跟肝有关 所以说你这个肝不足的话 你这个筋可能就是就比较弱了 就容易受损 这颈椎它旁边有很多的肌肉韧带了 其实也属于这种筋的范畴 对 跟那个脾也有很大的关系 脾呢是主肌肉的 是气血生化支援 从中医的讲 如果你气血不足 肌肉施养的话 你这个 你这个整个身体的状态 都不会很好 对 这颈椎也包括在内 那刚才呢 我觉得我想问的这些问题呢 您已经回答的非常详细了 在这感谢您啊 先感谢您啊 别着急 因为不能这么放过您 这个您来之前呢 我们特别在我们都市容媒的朋友圈当中 就把这个消息发出去了 不少朋友说 哎呀这个事很感兴趣 包括这个知道您来了之后有很多问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精选了几位网友的问题 咱们来回答一下 好的 时间交给大牛 好的时间交给我 我们一起来看网友的问题 第一位网友问到 周先生今年50岁了 这个换椎管狭窄和腰间盘突出好多年了 问可以进行针灸治疗吗 椎管狭窄能针灸治疗吗 椎管狭窄也能针灸治疗 但是他没有单纯的键盘突出效果那么好 而且他还患病很多年了 所以说的可能效果不会特别好 但是可能会有一定的疗效 但是我觉得还得就是光这么说 也没有办法判断 还得就是看看片子 他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可能是需要这些过程 是 好的大牛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位网友 他想问一下陈教授 说针灸后多久可以洗澡 包括针灸前可不可以洗澡 前后的时间洗澡 一般针灸之后是两到三个小时 才可以洗澡或者游泳 如果是针灸之前 最好也是要间隔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样效果会更好 要不然的话怕感染 是这样的 对 我遇到过那个情况 就是针一下刺到血管上了 然后他可能出血了 那这样两三个小时之后也可以洗吗 这个情况下 如果是出血的情况下 特别是放血之后 我们建议当天不要洗澡 放血是这样 但是针灸的这个有点出血点 应该问题还不太大 对 因为针灸它那个针特别细 才0.25毫米 所以有的人拔手之后 可能连针眼都找不到了 对 就看不见 好的大牛 大家记清楚 洗澡前后两三个小时 记好就行了 第三位网友问到 女性月经期间 可不可以进行针灸治疗 月经期间能针吗 如果是因为痛经来进行 进行来诊病的话 说得可以进行针次治疗 为了改变她这个痛经的情况 再一个月经期间呢 腹部 小腹部和腰底部 还有一些活血的血位 像三阴胶 河骨 这样的血位 是需要避开的 也就是说其他的是可以 比如说我月经期间 去针个颈椎病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得看您这个 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疾病 对 是吧 好的 下一位网友问到的是 一个比较新的项目 他说这个美容院里 有一种针灸 扎脸提升的项目 想问一问陈教授 这个东西有道理吗 扎脸提升 这个我觉得感兴趣的人 就会很多 包括我 可能吗 可能 因为我临床也做过一些 用那个美容枕 就是特别细 特别小的枕 按照一些面部的血位 或者皮肤的稳落 来进行针刺治疗 有很好的改善局部循环 增加那个皮肤的那个弹性 所以也就有提升的作用 当然这个时候 要配合体针的话 效果会更好 就是身上还得接着行 行这个针 是这意思 对 原来这是真的 但要是我 我会找陈教授针 我不知道 美容院针 我害怕 好的 再来看最后一条 最后一位网友问到 想问一下陈教授 中药对于治疗 颈椎病有没有帮助 中药治颈椎病 我总是觉得 这个中药全身治疗 跟颈椎病关系不大 不是那么认为的 中药对治疗颈椎病 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咱们讲了 中药那个是 多数的颈椎病 是由于肝肾不足造成的 所以中药可以不肝肾 如果感受风寒湿血 可以趋风散寒 出湿这些中药的应用 也对于颈椎病的治疗 也有很好的帮助 原来是这样 看来以前我的认识 还是有一点偏颇的 是吧 所以大家要看我们健康新主张节目 我们专家老师 给大家会讲的非常的明确 那今天呢 我们回答了五位网友的问题 这个很多问题 我们就筛选下去了 只是选了比较典型性的 五个问题 当然了 这个我们不可能在节目当中 这个给您最准确的诊断 或者给您明确的说 你怎么办好 或者给您进行这个治疗 或者下药什么 这都不行 所以如果您有个性化的问题 需要解答的话呢 那就去麻烦陈教授 长春中药大学 附属医院针酒科 陈兴华教授 找他麻烦他就行了 好的 那在这里呢 也特别感谢您 提健康新主张 所有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陈教授 谢谢 这回呢 咱可明白了 这大锤治疗颈椎病 这个隐患太大了 没错 可以导致骨折 还有肌肉组织的损伤 所以有病还得到正规医院去看 不要怕麻烦 对 有病你到医院 这不是正应该吗 是吧 用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疾病 不能乱投医呀 对 找这个土方 偏方 这个非正规的医疗人员 是吧 用这些办法来医治 我觉得往往会造成一些 不可预知的后果 那个 这事儿 太傻了 对吧 跟听说今天从头到尾 你说的都非常对 对不对 从头到尾 以后我也不乱投医了 但是我这个静椎病 治得好 好流犯 非常周恩人 你知道吧 我理解你 所以你想去根 对呀 大牛 现在很多静椎病的病因 它和什么有关 是和你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坐姿势 什么这些都有关系 你这病咋犯来的 你刚才告诉我 不是看球犯的吗 是不是 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 这个疾病才能真正远离你 要不然就是治了犯犯了治 平常的时候 做一做静椎的这个保健操 你往后也仰仰脖子什么的 对保护静椎也有好处 明白吗 对 保健操 我小时候做过眼保健操 眼保健操 也没好好做 结果这带领镜了 进去了 这个静椎保健操 你会做 不行你教着我 编导为我们大家准备了一条 针对静椎的日常保健的 这么一个操 你和观众咱们一块来学学 好吧 两手交叉 曲肘上举 用手掌抱紧向步 用力向前 同时头颈尽量用力向后身 使两力相对抗 随着一呼一吸 有节奏的进行锻炼 双手插腰 先低头看地 闭口 使下颌尽量紧贴前胸 停留片刻 然后头颈扬起 两眼看天 仍停留片刻 反复进行 头部转向一侧 头顶偏向另外一侧 双眼极力向后上方观望 如回头望月状 坚持片刻 进行对策锻炼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别忘了健康新主张 每周三周四的晚上 在都市频道等着您 健康新主张 我们共健康 下期节目 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